另外就是所謂的 我們講整個侯友宜 面對這些問題的處理方式 我常覺得就是真功為過 有功勞你還到處剪裁 然後剪裁之後他變成功勞 事實上很多的中央在處理 甚至他之前 包括我們現在這個所謂的 大安息的連外道路 從新莊到英哥這個地方 以前新北市政府基本上是 是不希望蓋的 可是得到中央全部來支援 然後要來建設之後 侯友現在來剪裁 他說是中央跟地方合作的一個結果 所以侯友這種真功為過的個性 在一個又一個的案例當中 不斷的凸顯出來 但是他就是會切割 一旦出問題 這個局長的事跟無關 區長的事跟無關 在侯友的任內 已經發生太多局處出現問題了 包括殯葬已經發生過了 包括拆除大隊發生過了 所以這已經不是一個個案了 是一個一個的個案 那還有在這個冰山下面 還有多少沒有爆發的個案 我相信在未來侯友宜 不專心處理市政情況下 只會一個一個又爆出來 侯友宜什麼時候開始當市長 大家記不記得 2018年 對不對 侯友宜當市長之前 又當了多久的副市長 又當了八年 八年 七年多 七年多 八年 快八年 好 我們看看 新北缺席巴黎污水處理廠的清點會堪 一百五十五場 秦瑞珠說你要玩到何時 你丟臉不丟臉 我們看看 這什麼時候的事情 自二零二零年至今辦了一百五十五場 一個五一百五十場次的清點會堪會議 二零二零年請問誰當市長 當然就是侯友宜 因為他二零一八年就當了 新北市政府全部缺席 臺北市議員秦瑞珠不滿 嘲諷中央與地方向小孩賭氣 這個蠻有趣的 我要問的就是說 秦瑞珠是哪一黨的 當然是國民黨 然後再看看侯友宜的這個 前實定區長李浩龍 他大聲的說什麼 他文大宿舍事件 就是我幫他喬的 他竟然大啦啦的敢這樣子講 這不怪議員聽下去很想起 所以林桃這個聽的真的怪怪的 怎麼可以 這個文大宿舍事件 人家會把侯友宜再拿出來檢討的 竟然他說我幫他喬的 這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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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覺得有犯罪 就應該要查辦 這本來就是應該做的 可是他到底有沒有講出 他是這個侯市長核心 還是他是不是真的侯市長 我們全部都打個問號 因為他在這個區長前 他是當一個局處的聯絡人而已 你就是二 你就是二十七個局處裡面的 一個聯絡人 你就是二十九區其中一個區長 文大宿舍 你有多大的本事處理 你是哪根衝 我說真的 我等一下告訴你 所以你還要對外講 這種大就大放絕齒 把自己膨脹的作法 那真的是一個令人聽不下去的作法 那我覺得說反正這個 這個有這個司法的案件 就給司法查 那我認為呢 侯市長的這個實定局長 說真的 有任何下屬 有遇到什麼樣的瑕疵 有問題 都應該出來說清楚 這無可回避了 因為選戰就是這樣 職球對決 必須出來說清楚 但是我們也知道 之前賴清德的艾將 金發局局長陳凱琳 去搜七股工業園區開發案 四萬九買充氣娃娃 買情趣娃娃 大家都知道 我覺得全部都應該出來講清楚 說明白 只要這是你的子弟兵 只要跟你非常相近的 全部都應該負責 我覺得這標準都是一致的 好 那我們再來看 徐曉鑫點名綠高層 跟IMB借貸平臺互動 他說人家互動結果跑去告人家 還去按鈴申告 那侯友宜被曝於亞太國際西津十億的祖賢合影 民進黨說要不要說一下關係 奇怪 徐曉鑫為什麼不去告侯友宜 所以你看看這個是秦啟松 這個是侯友宜 然後罪犯跟綠營有合照 結果綠營一定是共犯 這是他們講的 再來呢 他說罪犯跟男營合照更多的話 他說有人想合照就拍馬 怎麼會知道他是誰呢 奇怪 綠營拍的就是共犯 藍營拍的說要拍就拍 怎麼知道他是誰 再看人家還捐錢給藍營 這麼多人來捐款 我怎麼知道有誰捐 所以你看福爾摩沙向日葵的 就在網路上開始用這個 在考衰侯友宜他們 然後再看這個綠營報詐騙犯是侯友宜的座上賓 藍議員李家凱說合照無罪 奇怪那為什麼綠營合照就要被告呢 你就跑去告呢 再看民進黨挖侯友宜請起松的合照 查政治獻金曾捐款給侯友宜 那我們再看 批侯友宜淪為詐騙集團的門神 綠營說友宜到底有多厚 為什麼講這句話大家看這個 你看這是這一家詐騙公司的月曆會 月曆會去在這裡又照又照照來照去又搬什麼東西 你看這個關係有多好最重要請大家看下面這一塊板子 侯友宜最重要應該是最重要 侯友宜所以這個是為侯友宜而舉辦的非常的清楚 所以侯友宜與西津祖賢請起松是侯友宜 你看在這裡坐旁邊然後旁邊的人還拿個侯友宜 所以顯然這一家公司整個動員這些來挺侯友宜 變成他的後援會 所以才會有侯友宜的板子 這是非常清楚的怎麼來看 國民黨第一個啦 國民黨就是雙標黨嘛 自己跟人家拍照 自己跟人家有關係 還拿人家政治獻金 但是都否認 然後呢 同樣的這個詐騙的這個請起松 不只跟侯友宜 還跟這個國民黨的羅明財委員 還臉書 而且還不是不是不是什麼 有路人假路人以來跟我合照就合照 不是啊 他們還是特別辦了一個活動 你看二零一六年臉書也貼 然後之前臉書也貼 二零一六已經離現在多久了 這個是多久的交情 不只是國民黨的民意代表 不只是侯友宜 你們每個跟情起松都認識 如果用這個那個IMB的這個狀況 來說陳歐珀 陳歐珀都退選 那你侯友宜是不是要退選 就侯友宜講什麼空話 他說一下蕭惟 他說歡迎檢調來辦我 莫名其妙 你用你檢視民進黨的標準 你現在就應該退選才對啦 坦白講這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剛剛講回到 剛剛講的那個實定的這個區長 不要講說剛剛林桃講說什麼一個區長 區長之前 他只是一個什麼局處的聯絡人 能有多大本事 正是如此 大家可能不知道 區長是這樣 區長 雖然是在民政局之下 有一個區理科在管理他 但區長就是每個地區的小市長 對不對 勇哥這內政部想知道區長 都是市長直接派的啦 如果他本來只是一個局處的一個聯絡人 為什麼可以拉拔到做區長 簡單嘛 那就是侯友宜挺他嘛 他才敢大喇喇在外面說 他幫侯友宜文化大學宿舍案 大家可能都忘記了 就是侯友宜 他弄了一個超多門牌的 來作為他的一個 做給文化大學學生的宿舍 為什麼要弄那麼多門牌 規避法規嘛 誰可以處理門牌 區公所可以處理門牌 誰知道怎麼處理 地政出身的可以處理 李彥榮你是不是地政出身的 你有沒有跟相關的經驗 有 所以他讓這個這個李昊榮 對不起 李昊榮來做這個區長 所以我把講一下說 他處理這麼多門牌 最重要的是 這樣子每一個門牌都不用交稅 是 收的租金都不用交稅 所以這樣子可以省 好幾百萬以上的稅金 不只這樣勇哥 他如果這樣他是一個宿舍 他必須經過 H1或H2的證照 就有一個license才能做宿舍 他把他切割之後 單獨出租 不只省了稅金 因為他是不能做宿舍 要另外申請 宿舍 有宿舍的公共安全的規劃 侯友宜完全規避掉 這視學生人命如草見 然後他提名這個區長李昊榮 現在被貪污被偵辦 我要請問 侯友宜日前講 那個政見 大家記不記得 他說要恢復特徵組 什麼東西 他的法 他的法學素養有夠差勁 恢復特徵組 意思要說他是很清廉 清廉在哪裡 你的區長出事了 你的區長出事到現在 好好做事情 到現在沒有出來 好好把這個事情交代清楚 然後你侯友宜跟這些人 包括你的中和的後援會的會長 是以前那個竹聯邦的 一個艾棠的棠主 這件事情 你也沒有講 也沒有交代 這些事情你都不交代 請問一下 要人民如何相信你 你還說你入人甲 還說你是這個什麼正義 什麼為了臺灣 為了國家 什麼槍林彈雨 不要騙了 他唯一講的陳清新 很多人不知道之外 就算拿陳清新來講 也是謝長廷 赤手空拳 穿著西裝走進去 你還帶個鋼盔 穿個防彈背心 然後躲在後面 你幫幫忙 永遠躲在人家的後面 你要做正義的使者 可以 你要恢復特徵組 可以 你先出來講一下 你的區長貪污 你這幾年新北市這麼多 包括你的生命管理處 貪污這些事情 你要不要跟市民交代一下 跟全國人民交代一下 所以看到這裡 其實臺灣還有很多重要的事情 侯友宜沒辦法講清楚 所以有人說他是草包 也就是尤其是在國際關係 是尤其是在國際關係